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里高冷 戏外却很大大咧咧的慈婉彤现身《童窗2》开播发布会的时候 十分洒脱 患者毛线依旧登台了 而谈到自己对戏中许连翘这个角色的认可度 慈婉彤连连摇头表示 受不了 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 就碰到许连翘我会非常讨厌他 就是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冷 而且就是天天都很高傲 然后一点都不平易近人的那种 什么事他都放在自己心里 他也有他可爱的一面 但是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本人是比较不太喜欢这种人的 去了解当初他试了两个角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导演就让他出演许连翘 作为新人没有选择权 只能硬着头皮眼 后来随着该剧的播出 慈婉彤也没少被网友骂 如今第二季在我们优酷播出 不知道慈婉彤您做好被骂的准备了吗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说实话看到骂我的 我肯定会心里不得劲 我自己也会翻着看两眼 就很贱啊 然后就是肯定会不舒服 但是如果大家提一些意见的话 对角色 然后我肯定会吸取 而谭吉当初试戏以及剑导演的一幕 慈婉彤至今印象深刻 我去试戏的时候很怕他 有点处 因为他是那种来演一下这个 演一下那个 好 下一个 换一个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就这种 我就觉得好冷酷 就是那种 但是熟了之后发现他挺温暖的一个人 而且很为演员着想 今天爆了那么多的料 相信大家对《童城2》非常的期待 然后 大家记得去优酷看一起捅过窗 行吗 二 有全娱乐 我还没有火到被骂哭 本心报道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千名福利的资源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